本社參展 陳佩瑩現在在會展 放工時間 多不多市民來書展看看 在書展會場可以說是人頭湧湧的 相信是不少市民是趁了放工之後才來書展 所以見到現場每一條行都是兵滿了人 今年一個特色就是多了 內地參轉商來參加 所以不少家長都帶了小朋友來買簡體字的書 希望他們早點認識簡體字 詳情由蘇敬恆報道 我們走 九點鐘開幕 一班書迷已經急不及待地要跑入場 排頭位的公同學等了十五個小時 位的不是書 而是一張台灣小說限量版的海報 很興奮和很累 跑上來很辛苦 不過值得的 年輕人主公的就有藝人出的新書 曾老師帶了一班圖書管理員 來幫學校的圖書館入新課 十幾二十元就有交易的內地出版簡體字書 李太一進來就賣了三本 他希望兒子多些看簡體字 做些學會簡體字 甚至會寫簡體字 其實是一天對自己一個很好的裝備 今年有超過一百個內地參展商 比去年增加近一倍 有內地參展商說 竟增大了 要在書本的選擇上發點心思 香港人很講究這個生活的質量 挑一些健身的 飲食方面的 內地的出版社認為簡體字書 種類繁多 相信會越來越受香港人歡迎 書展今年會延長夜市 星期六開放到凌晨兩點 無線政治記者蘇敬恆都得 其實今年書展都有兩個特別的人民來過 小泊名家陳奕熙和特首曾蔭權都來過這裡 協貿法局暫時就未有 今天來書展的總人士 報道是這麼多 交回給李俊 好 麻煩你